這宗案件就要招呼一下陳廣辭 這個混蛋又來了 話說9月29日是全球反極權遊行 96人被捕 哇,就說參與暴動 真的慘了 明明是反擊你這個極權,結果被這個極權告暴動 拆了很多宗案,其中一宗是九人案 九人案件中有三個不認罪 三個不認罪 我們看看判案的過程 有一位姓何 何先生在審訊的時候 何家樂,說了名字也不要緊 他想著去中環看畫展 但乘巴士的時候交通濕塞 下車去中環 在金鐘遇了催淚煙,很不舒服 那時候就有個陌生人替他洗眼 戴上防毒面罩 拿一把傘給他 之後他進去正種公廁洗眼 最後被警員要求之下 報出公廁和拘捕 好了,他有沒有可能是說謊 當然有可能 他有沒有可能是去暴動呢 也有可能 那麼我們一個正常的審判是怎樣 就是看有沒有證據 譬如 他說要看畫展 他知道是什麼畫展嗎 他有沒有看畫展的習慣 或者他的生活習慣裡面 比如Facebook post 或IG post 有沒有能夠證明到 他是有看畫展的動機 還有通常看畫展 當然現在很多畫展都是免費入場 但是,會不會畫展裡面是有免費的 是吧 這些會問的 suppose會問的 好了 不是的 這個混蛋陳講詞的有什麼呢 他說你既然這麼著緊 去畫展最後一天 根本應該要乘地鐵 不了解為什麼要乘巴士 我也不了解你為什麼要乘巴士 人家喜歡乘巴士就乘巴士 你神經病的 誰說不可以乘巴士 我不是說他一定不是說謊 但是你的審判要make sense 為什麼不可以乘巴士 如果全世界都乘地鐵 那不可以乘巴士 那為什麼要乘巴士 那為什麼要Uber 是不是 喂 乘地鐵 可能他不喜歡逼 那麼簡單 陳講詞 你這個混蛋 你自己有錢 可能你自己有私人 有司機 有私家車載你 一般人 可以不喜歡 喂 有沒有網友喜歡乘巴士 喂 我很喜歡乘巴士 我那時候 每天都在荔枝角下班 我是不會乘地鐵的 我是不會乘西鐵的 因為兜到很遠 就是我回屯門 你乘西鐵 是經過冬期的西鐵 我忘記了 你要兜荃灣回屯門 他時間不太長 但是兜到你坐到我吐 我是寧願塞巴士 我是寧願塞巴士的 那麼 他最後一天而已 喂 乘巴士不是乘很久的 大哥 他乘地鐵 可能乘半個小時 他塞巴士 塞九個字 我就給你毫三個字 我在巴士上 腳踏踏踏踏踏 有得坐 地鐵可能沒得坐 陳講詞 你有沒有常識的 你有沒有常識 做法官 最慘就是這樣 這是第一 第二 如果你就算走到中環 你可以走莊士敦道 或者牽尼斯道 為什麼你要走一個 和暴動這麼近的路線 喂 他可以不知道 喂大哥 暴動是 你自己 不知道哪個法官 又說暴動是流動性的 我怎麼知道他暴動到哪裡 對不對 而且他沒有權 要知道暴動在哪裡 喂我走到暴動現場 還有 暴動現場 如果大家去過前線 很多時候是很想平靜的 是不是 你不是每天都打到天崩地煉的 我走到去 嘩 沒什麼 大家就在僵持著 經過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是不是 他說第三 如果被告兵方馬亂 他說容許陌生人幫他洗眼 他感到很猜疑 有什麼猜疑 有什麼猜疑 當你中了催淚煉煙的時候 誰人幫你洗眼 你都想讓他洗 很辛苦 中催淚煙 這個反駁 真的很沒有常識 他說為什麼質疑陌生人 可以舒適地 幫被告戴上房道面罩 他中了 這是第一件事 他中了催淚煙 有人幫他洗眼 給他罩戴 那他就戴了 這件事有多奇怪 是不是 現在不是賣 現在不是賣 眼罩給他 這是第一 第二 我就再跟你說 因為在現場 幫得他洗眼 或者幫他戴上房道面具 通常抗爭者 抗爭者善良 你覺得他沒有威脅性 誰有威脅性 是防暴暴徒 你明白嗎 陳光慈 他說 那你說 那你不相信 那你不相信 那你不要審 一抓就馬上坐牢 審什麼 你硬說的 是吧 總之你現場 我抓到你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什麼原因都好 是吧 之前有另一宗案 有很多暴動罪打掉了 就是沒有 完全沒有疑點 的情況之下 就被告掉了 就是說 那個人 可能他在現場 可能他在警局 可能他穿著 黑暴露 但是 你沒有 那一句叫什麼 我經常說不出來 你沒有完全 你不能夠排除 任何 合理懷疑的情況之下 就指證到 他一定有做過暴動 你就要放的 是吧 我覺得你不應該乘巴士 我覺得你應該乘地鐵 我覺得你應該乘地鐵 我不覺得你應該要走 那條路線 我覺得你應該要走 牽尼斯道 是吧 那你這樣說 不如說你應該出街 你暴動做什麼出街 是吧 總之你暴動出街 你就幫忙暴動 你就助威 你就犯法 你就犯暴動 你就抓 那陳剛慈 你媽媽 你真是很難 真是混蛋 好 第二 另外兩個人 他就說 他不相信 被 認為有兩個人走入公廁 反而信納警員公稱 只有被告 和另一個人跑入公廁 嘩 那你都說了 好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有一位叫做黃韻詩 的 freelance 他當日去做田野錄音 那鬼人的田野錄音 就是錄一些 愛景的聲音 可能他做一些 freelance 可能他做剪片 做剪接 做廣告 不知之類 這些是可以證明的 對吧 你可以看他的工作 經歷 去看看他有沒有合不合理 在街上 當日在街上 進行這個 Field Record 好 好了 咦 喂 你最後有人支持他 有一間叫做 soundpocket 的一個 藝術平台 的創辦人和藝術總監 楊楊先生 就出來和他作證 好了 陳廣池又不相信了 陳廣池就說 不相信他是為了這件事而到現場 他說他事前參與過兩次遊行 社會意識不弱 你媽媽參與遊行就是正常人 香港人 是不是 喂 200萬人帶遊行 你有沒有參加過 陳廣池 你沒有參加過 就是你全家產 大部分香港人都參加過 關什麼事 什麼叫社會意識不弱 有社會意識就應該 這個陳廣池是很瘋的 他覺得正常的香港人 是不應該參與遊行的 是不應該了解這個社會發生什麼事 任由你這個極權作惡 做信民就應該這樣 做矮民就應該這樣 你媽媽你是矮民 你媽媽的虧是矮民 我們有正常意識的 參加遊行 什麼參加遊行 直接參加反送中活動也合理 大哥 但是合理不代表不是犯法 OK 不是鼓勵 不過現在也不能參加 現在香港再沒有任何社會活動 再沒有任何抗爭運動 香港現在唯一做事 要是走 要是躺平 只有兩件事 好了 陳廣池就說 既然你錄音工作 沒有特定目標 又沒有限期 為什麼要向風暴中心進發 大家都說第一件事 你怎麼知道風暴中心呢 你要證明到他知道那個風暴中心 你才可以質疑他為什麼向風暴中心 這是第一 第二件事 那是不是整個金鐘都不能去呢 是不是整個中環都不能去呢 是不是 那被告就說 因為那些玻璃的爆破回音 是有層次的 我想錄了這個音效 陳廣池的全家產就說 他說這個聲音是源自於暴徒 扔物品 令到正種玻璃破裂 是明顯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 令人廢解 以被告嬌小的身形 他會有閒情日誌 以興趣大過天的心態 去走近該處錄音 我想問嬌小這件事關什麼事 即是嬌小就是要怕事 嘩 這是什麼心態來的 陳廣池你很大隻 你很巨大 你很大隻 你又幫極權 你又不幫正義發聲 人家一個嬌小的女士 錄下這些社會聲音 是不是更加令人尊敬 你這個全家產陳廣池 你自己枉有學識 你這個助就為藥 是不是更加令人羞恥 這是什麼項目 第一件事 他說那些是源自於暴徒 摘政總聲 誰是暴徒呢 喂 對不起 你認為黑人是暴徒 我們 我沒有反對抗爭者做過那些 所謂暴動的行為 但是比起你的政權 比起你的執法機構 比起你黑警的暴行來講 喂 這些抗爭者的暴力 我覺得真的差很遠 沒得比 蚊比和牛比 為什麼呢 因為你有公權力 抗爭者沒有公權力 那你說令人廢解 令人廢解就是你不想明白 你不想明白就是你亂交不判 那其他那些就不想再說了 那只要一天這樣 含架殘冠 香港哪有司法制度 沒有司法制度 好